为了提升学生对环保的观念 国立花莲女中 特别为高一的新生办理了 环境教育校外参访的课程 将近400位的同学分别前往参访 花莲市卫生掩埋场 以及清洁队的资源回收分悬场等地点 在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 和冒雨整理回收物的清洁人员后 学生们都无法自信 每天制造的垃圾 竟然有这么多 透过这一次的参访 也体认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花莲的高一新生们 趁着雨伞来到花莲市清洁队 资源回收分悬场 由队长吴庆展带领参访同学 一一导览认识环境 现场也有队员们冒着大雨 将一袋袋资源回收物品拆开 逐步完成分悬工作 让同学们看见清洁队的辛劳 也体认到落实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清洁队长吴庆展也告诉同学 花莲市的垃圾量平均每天会有65到85公顿 而花莲全县每天产生的垃圾量 更高达135公顿 平均每天每人就要制造1.1公斤的垃圾 但由于掩埋场的不服使用 以及年年调高的垃圾焚烧费用 因此垃圾处理是当前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 我想教育像这样杂根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不管是环保局也好 不管是清洁队也好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我想小孩子教好 慢慢的一代经过一代之后会越来越好 国立花莲女中这次办理的环境教育校外参访课程 带领了将近有400位同学 进往参访花莲市卫生野埋场 以及清洁队资源回收分悬场等等 让同学们看见花莲所面临的垃圾问题 而清洁队长吴庆展也希望藉由参访机会 让学生们知道垃圾从哪里来 也认识资源回收有哪些物品 也间接告诉他们 要做好环境保护就必须从自身做起 从源头减量才是保护环境的唯一选择 记者许立晴花莲市报导